这里是传奇中国节特别板块春节之声 我是中方 我们今天要连线的是中国自由式滑雪运动员 17岁的古爱玲 爱玲你好 你好你好 爱玲你现在是在哪里接听电话呢 我现在是在美国科罗拉多的阿斯 我都在这比玩X Games比赛 那现在你在这个比赛里边 我看到是拿了两斤一同的好成绩啊 那爱玲啊 就是你看啊 现在是要到春节了 我们其实特别想知道 爱玲对于你来说春节的记忆是什么样的呢 我每年因为在美国长大 正常春节不是特别放假的 所以没法回国 但是正常会跟妈妈和奶奶在家里包饺子 然后我从小包的不是特别好 我妈妈擀皮擀得特别好 然后奶奶就是包馅特别好 就是皮肉毛血儿肉多 对一个17岁的花样少女来说 家对于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虽然这个问题可能听起来有点大 但是我还是很想听到爱玲你的回答 我觉得小时候呢 因为我一直是全职学生 所以正常都会在家里 很期待着出门 很高兴出去看见世界其他的地方 现在呢我因为已经毕业了 然后现在正在训练 所以正常不在家 现在我感觉家就是最好的地方 爱玲你是一个被爱滋养长大的孩子 然后在今天春节的这一天 其实特别想问你 如果爱玲让你回忆一个画面的话 你会觉得妈妈或者说是家人 给你的有爱的一个画面 你会想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爱和感谢 那爱玲最后就是我们一起跟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然后给大家送出新年的祝福好不好 那我就想祝大家游年快乐 希望今年大家都找到自己的热爱 有可能你自己去打破一个界限 或者试试滑雪 或者其他的军雪运动 和家庭们朋友们一起享受大自然 和希望大家今年都是非常高兴 幸福 健康